在我们的身边,有很多的人们,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磨牙的症状的。 那么对于磨牙的症状的原因是什么呢? 会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危害呢? 教你几招有效预防磨牙的症状的一个相关介绍。 一、心理压力过大。 情绪方面的原因。 磨牙是焦虑、紧张等情绪释放的一种方式。 在长职业般的承受压力大的、易紧张的人中,出现磨牙的概率要大。 同时在他们身体里面,几种能够表示人的焦虑情况的激素。 含量也高于平均水平。 二、也有可能是外物刺激的关系。 喝酒、咖啡、吸烟等外源性因素,也会引起或加重磨牙。 三、口腔疾病也会导致磨牙。 由于牙齿生长发育不良或者用牙不当,导致上下牙接触产生咬合面不平而造成夜间磨牙。 四、腐卧胃等不良的睡眠姿势。 使下颗受压不均匀而产生晚间磨牙现象也是屡屡发生。 五、肠道内有寄生虫。 特别是蛔虫。 磨牙的预防措施。 一、平常每晚在睡觉之前,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 睡觉之前不宜过度的兴奋或者是看一些会让人受刺激的影片之类。 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 用平静的心态去入睡。 这样才能防止磨牙。 二、每晚睡觉之前不能吃得太饱。 同时睡觉之前不能吃过多的不易消化的食物。 这样会是肠胃晚上都处于加工状态的。 所以晚上只要吃到七八分饱就行了。 一、减轻肠胃的负担。 三、平常生活中要从饮食中补充足够的钙元素。 平常睡觉前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。 和饮酒之类的东西。 会刺激大脑兴奋的。 同时在睡觉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正确的睡觉姿势。 四、发现有肠道剂生虫。 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驱虫。 五、有牙齿排列不齐。 咬合关系错乱的要进行矫正。 六、如果液膜牙不能纠正。 可到医院口腔科做一个称为膜牙矫质器的牙垫。 晚上睡觉时待在上下牙之间。 防止液膜牙和保护牙齿通过以上文字的介绍。 我们对于膜牙的症状有了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。 平时的时候,我们应该严格地按照上面所说的这个方式来做才是最好的。 否则的话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危害,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。